迴夜之父是小城 是吧 那有點過分 這裡木星 牛仔 先知前鋒守墓 這個鳥形應該是搬掉了傭兵吧 搬傭兵放一個先知 然後再放狗 多一個可抓的人 開局抓牛仔其實蠻香的 這邊進來 我一個近身放哪裡 放窗口 這樣的話翻出去原生就是一刀 不翻我搶個窗也是一刀 這反勾這波可以 這邊 繞 沒繞到 這波反勾過來如果能砸塊板子轉進廢墟 這把木星就亮了呀 現在的話原生一狗咬住這沒了 他反應也是很快啊 狗子 咬 咬住板子踹掉 這裡可能還是用原生刀來打的 再一個正數 沒辦法 第一刀沒躲掉 後面有狗 一點辦法沒有 然後這邊是雙信徒共同前進 這把應該很有機會能取得一個多殺了 因為前期節奏太好了 而牛仔二六的能力說實話也特別高 這邊再補上一個寄生 放狗 準備咬要蹲地 對好 還行吧 這波交換一個狗 換一個鏟 然後這裡拖一拖一刀把你打出來 你再救人 各種交換 一刀 救人沒有出現問題 板子下掉 別吃雙倒就行 守木人這個位置有可能要吃雙倒啊 這波雙倒一打的話就難受了 我剛才 守木這個走位其實往前走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跟那個牛仔一起過板 然後不要管牛仔 這波雙倒打完而且可能還是個雙化 這一局到現在已經可以判斷了吧 女巫已經贏了 不用想 先知有鳥前光有球也翻不回來 好吧我就把話撂在這裡 這種局局已經翻不回來 壓著一台遺產機 一個一掛一個二掛 場面上全是信徒 阿茫多的信徒 撞狗 卡在這個點 牛仔沒人要了 牛仔是沒人要了 哎呀震懾 剛說完牛仔沒人要 牛仔就被人給掏下來了 這邊是一波 兩人一起救 兩人一起救 這裡牽起來前鋒打你氣球 當你咋辦呢 牛仔 牛仔反過來要準備勾人 破斧沉舟 頂鳥救 救下來守木人待會兒該交產交產 這裡可能會切個閃現 直接拿這個牛仔了 一刀 對吧 你上掛飛的人 你還敢在這邊跟我跳 前鋒還沒起來 這得讓前鋒起來才行 把一個唯一能夠 有控制干擾的人打掉 一刀倒地 好這裡好像沒有倒 這裡是打掉了一個信徒 再補上一個信徒 前鋒被救下來 哎前鋒能不能拿個球 雖然說這局已經看不到球者的希望 但是可以打得更秀一點 對吧 打出自己的風子 要不然這邊就是閃現一刀 帶走一個 又是一個上掛飛 沒了 前鋒拉了一個迴旋球 帥是挺帥的 這要掙脫下來吧 感覺已經切很久了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這波掙脫下來以後還那個失去控制了 還不錯還不錯 前鋒交掉自己所有的球保下了自己的隊友 這隊友還有一根鏟子的 來找前鋒 前鋒說你沒閃現 你跟我來 你要找我 你確定嗎 怎麼感覺好像慢慢的 對吧 如果說拉開遺產機 這把好像能點亮電機啊 這還有一根鏟子 對吧 你這刀不能打他 你打他你就是把他打出來 你這個信徒就消了 只能是認他對吧 在那邊 在地下愉快的玩耍 前鋒這邊沒信徒管 我們看前鋒有沒有去補擊 前鋒這邊在後摸 可以 這波只要這什麼人拖得夠 說不定還真有機會能翻 那前鋒這波秀了呀 怎麼就堵奶實錘了呢 現在還沒打完呢 只是求生者憑藉著自己 對吧 不屈不撓的意志力 把這局勢有點翻了回來 但最終的結果 對吧 你要看的最終結果 這現在的烈勢依然很大 都是上掛飛的人 我身閃現一道拿你前鋒 把你前鋒掛上 你前鋒倒在遺產機這邊 不過這邊的椅子是已經沒用了 一刀倒地 這邊有一個問題 這邊沒有椅子 他得掛回去 前鋒還不是上掛飛 先知還差多少 差了有點 差了有點 這怎麼 只能說就求人打得非常的不錯 但是你 我下的這判斷 你這屠夫必贏的這個局 是不會錯的 這打板子有什麼用 沒有用 我管住你的電機 我把他先知拿了 我放你前鋒都可以 你前鋒外面被信徒跟著的 對不對 是不是沒毛病 這種局要是真的被打成了平局 那這 對吧 只能說是這屠夫突然掉線了可能 要不然你放一個這樣的老圖皇 雖然說中間出現了一些些插曲 但是他只是插曲 他並不是主題曲 主題曲就是一個四殺的節奏 但有一說一啊 那一波其實打的還是挺好的 就是讓 求生者一度看到了希望 如果前期的劣勢沒有這麼大的話 還真的 可能能打成一場平局 如果能打成一場平局 就非常的經典了 什麼人這邊盡心竭力的修最後台機